其實去年有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 大概對於高宏安被起訴這一點不會太意外 今天甚至檢方把他涉案的金額都羅列出來 虛冠酬金繳回差額總共62萬 高宏安從去年一直到今年講說他是被冤枉 我就問為什麼到今天他開記者會 他還是拿不出這本46萬的帳本 告訴全部的國人說 他這46萬用在什麼光明正大的用途裡面 就這麼簡單嘛 那高宏安現在他最大的問題 是一直到今天 他挖呀挖呀挖挖騙騙了他所有的辦公室 他找不出來他哪裡被冤枉啊 那所有觀眾朋友你在外面上過班啊 你合成志願叫做新甘情願 歡喜奉獻把錢 你的薪水你把它拿回去給你老闆 有嗎 有這樣子經驗的觀眾朋友有多少 結果這樣子新甘情願 熱善好事的助理 通通都給高宏安遇到了 苗波亞 卓冠庭 李明顯 我們都沒有這樣的助理 只有高宏安遇到這樣的助理